近半个月来以台湾已经通报了 5488个确诊病例 47名死亡的案例 依据死亡率2%来计算 台湾应该还有60几名的死亡病例 并未在死亡前通报 所以可见这些病例 从确诊到轻症到重症到死亡 都完全不知道还在社会上飘 所以显然这是很大的一个潜伏的感染链 这样的通报系统必须要改进 再来看这47名死亡的案例 这47名通报死亡的案例 其实都是在到院前死亡 根本没有进到ICU 也就是根本没有机会进到ICU 所以可以想见我们的ICU已经满了 满到我们的确诊病例 急到重症要死掉了 都没有办法进到ICU照顾 所以这个医疗量能一定要好好地缓解 就是把这些轻症的病人 移出我们的隔离病房 让这些医疗资源 好好保留给重症的病人才可以 那移出来的 必须要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安置 就是所谓的轻症医院 所以现在是急需建立轻症医院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激 医疗资源 rév�� 开启 适 钥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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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 钥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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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